在疫情戰之下,警隊發揮了什麼作用? 我們在抗疫工作中有幾個很重要的工作 第一,我們對檢疫中心的安保負責 另外,對家居檢疫人士離開了 我們要負責去追溯,找他們回來 還有,對家居隔壁走走的 我們要負責去追溯,將他們送去檢疫中心 另外,我們有超級電腦系統 亦負責協助衛生署去追查病源 究竟在哪裡來呢? 又或者病源會散播到哪裡呢? 另外,我們警隊還有一個抗疫專隊 裡面包括有130名退休的義工同事 還有70名致遠的同事 在餘下的時間,就會協助電話中心 打電話給家居隔壁的人士 在一些關口幫助人士戴上的手帶 另外,亦都是負責幫助民安隊 管理一些檢疫中心 還有,有些甚至沒有去醫院的洗衣房 幫他們接衣服也有 他們希望作為社會的一部分 都希望可以出得分離 其實除了參與防疫的一部分 其實很多前線的同事 每天在街上行做他們的巡邏工作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瘟疫的最前線 接觸得很近的一隊人 其實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他們跟瘟疫有多近嗎 當然,我剛才提過 現在很多人應該是在家居劫 來戴著手帶 走出去吃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就要負責去找這些人士 跟著安排把他們送回見面中心 其實由於那些人士 究竟他們的病情是怎樣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同事 都會面對一個很大的風險 但這個是我們的職責 就算面對風險我們都要做 我們都要做一些東西 我們都要做一些的東西 我是相信你 我們都要做一些文件 所以我們都要做一些的一篇